拿出一大碟超速罰单 投诉民众说 先前开车时速都控制在70多公里都没事 怎么突然连续收到这么多超速罰单 拍照地点就在南投台21线 普里道日月潭间的区间撤速照相 依照取利路段规定速限在60公里 2022年设置时警方考量取利路段为长下坡 狂踩刹车危险 警方将开罚时速放宽到80公里 一旦超过81公里才会取缔 但从4月开始民众陆续收到超速罰单 一周狂开600多张 还有民众被计时2点掉扣驾照两个月 批评根本是突袭式开罚 根本在抢钱 一共是9张罰单 总是想这些都登记在我名下的车子 如果这样子我被吊销执照之后 那我真正值得我这些生意怎么做 不过警方解释去年11月测速相机故障送修 修复后因为换了承办人 承办人也忘了有放宽取缔到80公里这件事情 关区间测速的部分 那目前因为有所争议 目前是暂停使用当中 这个案子的话呢 警察局他其实有答复我们 他说那这个部分其实是依法来做取罰 他并没有一个错误取罰的一个疑议 所以我们后续也会依法来处理 警方表示现阶段改回时速70公里开罚 未来不排除移除区间测速取缔设施 改成移动式超速取缔 但不管如何驾驶还是要依照规定来行驶 才不会违规被开罚 民事新闻许家诚张家伟南投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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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